这里的摊位免费,生意也很好,我们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。 5月27号,市民阿兹鼓励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百姓市场的免费摊位前销售水果。 在这来往的人数比较低一些,最好的时候是差不多一千,下雨那样天气的时候,我们是还三四百,还可以呢。 二道桥百姓市场位于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,记者看到一个遮阳散下就是一个摊位。 二道桥百姓市场运营经理柳一凡告诉记者,市场主要销售服装鞋帽、日用百货、干鲜、国品等。 每天早上九点开市,一直营业到夜晚十二点。 为保障经营安全,市场管理人员会对每位顾客进行测温,同时市场每天进行三次消毒,并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。 这些商户都是我们天山区这块的一些的低保货,由我们免费提供场地,让他们免费入住到里面,然后我们去给它提供遮阳散,提供桌椅板凳,这些供他们去使用。 自五月以来,目鲁目骑士各区县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,为促进消费、激活市场,陆续开办了十余个分享集市、百姓市场等。 为市民提供评价商品,闲置物品的交易平台,优先为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摊位,特别是为低保护残疾人等提供了就业机会。 五元的帽子,十九元的墨镜,三十九元的T恤衫,在天山西门百姓市场,四百米长的街道两边开设了140个摊位。 许多摊主或用扩音器或者直接吆喝,以吸引顾客的注意。 商户摇国存因为疫情的原因积压了一大批货品无法销售。 百姓市场开业后,他申请到了一个免费摊位。 百姓市场开了以后,我觉得是非常便利,所以我们这些有费用的商户也比较照顾,这个摊位也让我们把手里的耳朵给你处理掉。 失业人员刘兰之前也是做了点小买卖,摆摆地摊,没有固定的摊位。 他告诉记者,现在好了,既省去了租摊位的费用,也让低收入人群有了生活保障。 政府通过这种形式激活市场,然后帮这种弱势群体,感觉挺温暖的吧。 来百姓市场的顾客,多为居住在附近的民众,也有居住较远的市民前来淘宝。 大家在这附近住,所以说这个百姓市场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方便的,买点小玩意儿呀,小生活用品就比较便宜一点,实惠一点。